哈囉 大家好 今天歡迎收看我們的將比人王國啦 那經過上一次影片之後 我們也過了好幾天了 那今天的話 我們的王國啊 應該是可以 升級起來了吧 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了吧 好不好 來來來 亮的大金色的好不好 等了三天多 等了四天多 終於 城堡起來了好不好 沒有問題 終於升級起來了 哇 等了超級無幾久喔 那這一次的話 基本上是我們那個 LVS的城堡啊 然後這邊好像可以那個 哇 十三等之後你可以把它升級成這個 超漂亮的外觀這樣子喔 那目前來說的話 我們需要設置一個 左岸法式點心房 聽起來好像很好吃 好不好 左岸法式點心房 欸 這東西我記得我好像有 有設置過是不是 欸不是欸 沒有欸 因為這個全新的東西啦 那如果大家基本上 如果你是新手的話 還是不建議那麼 其實我覺得 到哲平這個等級來說的話 大家應該都已經算是蠻老手的喔 但是因為哲平基本上 還不太會培育的關係 所以就 玩的比較慢一點點喔 因為這遊戲比較特別的就是那個 火車這邊啊 它會需要一些資源 那資源的話 它是依照你 就是這邊有建設的一些東西來去評判的喔 所以如果你這邊的話 把我們這個左岸這個點心房 蓋出來的話呢 可能就會比較麻煩 因為你就有更多的東西需要製造 而且它這邊的話還有一個這隻東西 這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一個好像那個 藍色那個板手 感覺就是在這裡面 我看一下是不是在這裡面 藍色板手 對對對就是這個好不好 藍色糖果鉗子 那我們就先 這樣升級起來的話你就必須要 有這個鉗子你知道嗎 就要來生產一下這個鉗子 就會比較麻煩啦 就是你的東西就會越來越多 那你的火車的話就會越難去出一些貨物你知道嗎 就會這麼尷尬這樣子喔 好 沒關係 那我們就試一下再來用這些東西喔 那今天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我們這邊的話呢 升級起來的話 我們的那個角色等級應該又可以再往上提升了嘛 可以嗎 欸? 王國LV38 哇賽 喔不不不不不不 喔我的等級啊好不好 不跟這個城堡的事是我的等級 那我是這個城堡幹嘛 哈哈哈哈哈哈 那我是這個城堡幹嘛 喔原來是我自己的等級好不好 因為我等級現在才37 所以我要讓他在更高等的話 必須要讓他就是在那個 必須讓我等級在更高等 他才會在升等升上去 ok我了解了 我跟87一樣好不好 哈哈哈 我跟87一樣啊好不好 沒事沒事 那我們就先升一下 我們這個可麗餅吧 先把他升級起來喔 好那最近玩基本上 哲平這邊有一個好笑子要跟大家講喔 就是我的那個 一般關卡啊 世界地圖 我有順利打到了那個咧 第九天宮之城咧 我有順利推到這個了 這個什麼 這個地方了 我原本前面被卡到一個爆炸 然後現在我已經可以打贏了 然後我可以到這個 第四元這個通關門 但是這個九之九跟這個九之十的話 我有卡住了 但是已經有比之前更厲害一點點了啦 所以我們現在來說的話就是 盡可能就是讓自己的角色等級在 往上提升一點點的話應該 就會比較好一點點喔 像我們現在那個 細夏貴54等嘛 然後 1652 然後我們那個 前排稍微比較弱一點點這樣子 我覺得現在打的話應該還是打不贏啦 但是我們現在目前來說已經算是 有所進步了喔 已經有比之前再更厲害一點點了 不然這個關卡的角色真的就是 攻擊力很高的 又超級硬邦邦你知道嗎 這個很難去打的 你看看看 這樣隨便刷一刷 我又快死了 而且這兩隻瘋狂的擊退 在擊退什麼蛙哥小的啦 一直擊退捏 一直狂打一直狂打捏 然後再加上因為我們沒有帶上那個補師阿 所以感覺比較沒那麼好 因為我們帶上的是那個石柳 是不是好像是加攻擊力還是什麼 我記得沒錯的話 那沒事沒事我覺得 這次搞不好又可以再撐一下喔 反正西下故意他是可以 就是在後排幫忙抓掉幾隻角色 然後他可以吸血 那現在就是看那個草莓可麗餅 跟我們那個 黑巧克力的巴威這樣 那我們剛剛把草莓可麗餅 又再往上提升等級的話 我覺得這次應該又再更穩一點點了 好不好 希望是ok啦 不要穩技術都被爆開 而且我們這邊寶物的話 這邊還有幫我們回血 還算是不錯喔 加油加油 靠你們了好不好 我在玩這遊戲的話 你只能在旁邊幫那個餅乾加油 你知道嗎 我們能夠做的事情就是 出一分力 餅乾加油 餅乾加油 欸感覺可以喔 那我平常 我上一次這關是輸了一手 這關我是沒辦法拿到三星阿 沒有輸 然後是下一關才輸掉這樣子 我覺得我應該要來抽一下我的寶物欸 把寶物再提升起來的話應該 也是可以就是比較好一點點 貓頭鷹那個好像還蠻聳的 你看這兩隻擊退 真的是 那個欸 啊完了我的那個 啊我知道了 一定是因為我的那個 我濃縮咖啡餅乾被打死 所以沒辦法三星 對對對對對 好扯喔 這一直在擊退不在擊退幾點你知道嗎 瘋狂擊退 一直擊一直擊 好沒事沒事 看他們死一隻了 死一隻我們那個濃縮咖啡餅乾 我想一下啊 那如果我們這邊換那個 換我們那個誰 換藥草勒 換藥草OK嗎 我們先去抽一下寶物好了 我們寶物應該還蠻多的 寶物圈圈應該很多 扭起來 我四八張 OK來 給我好寶物求求你 希望是我已經有的 然後我有在用的 把它升級起來 求你了拜託 快速抽一抽 或是有全新的超級吸油也是可以好不好 快速連點 等一下 什麼新東西 噢靠 普通的寶物嗎 做的好像很厲害一樣 被騙了好不好 這沒什麼東西 喔有抽到一個那個超級的了 漂亮喔 他長得很像超級 結果根本就是 根本就是垃圾這樣 一直來欸 這是新寶物是不是啊 新寶物看起來很像 超超強的寶物 結果 結果根本很爛 欸 一天鵝羽毛 又抽到一個了 這是好像還不錯欸 這是這樣連點抽會比較厲害一點點 我抽好像蠻多那個 超級稀有的喔 好來看一下喔 我的寶物 蓋生幾了 喔這邊看 我覺得這個 這個單片眼鏡真的還不錯欸 而且我跟你講 我的單片眼鏡跟我的那個什麼 我單片眼鏡跟我的那個 我的那個 泡芙啊 奶油泡芙 真的是 一直重一直重欸 有這個這個 小小煎蟲的防禦無敵 這個什麼 2.7秒無敵欸 沒有無敵效果 哇 好像還不錯 無敵效果 然後還有那個體力護盾 這個啦 恢復最大 這個根本就超級不血氣 我覺得還行 那大家有沒有一些 就是你們比較推薦的一些寶物 也可以在下面跟陳迪孫想一下 如果看到的話會去再去 再去研究一下 因為我現在目前就感覺 感覺比較常用的就是那幾個 我都是這樣啊 直接自動裝備 我就沒有再看更多的東西了 哇阿九蛋弓沒辦法撐 沒辦法再幫我們那個 沒辦法再把我們的那個往上犧牲了 來看一下啊 這邊如果 推薦組合推薦組合 有有一個那個了 然後 我這邊如果把 藥草放上去會怎麼樣呢 會不會比較好一點點 這樣可以幫忙補血嘛對不對 然後藥草的話 我記得我們這邊 應該也還算是 蠻強的 有阿都已經升到最高了 好不好 這應該ok吧 哥哥你可以嗎 藥草哥哥你ok嗎 再幫你升一點等級ok吧 你最好是 給我好好辦事情喔 哈哈哈哈 欸藥草要不要把他升到五星啊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那個 就是碎片還算蠻多的 來看一下喔 綠頭加油 超級回鐵技好不好 就不信打不贏 而且我們還有那個貓頭鷹眼鏡 好厲害 兩隻坦克在前面啦 我覺得現在比較尷尬 應該就是黑巧克力吧 因為黑巧克力感覺好像 攻擊沒有說很高 然後 也不是說完全的坦克喔 但是我們...喔 漂亮喔 欸加上藥草之後整個大補喔 而且我們還有那個貓頭鷹眼鏡 應該是ok的 然後交給西加貴在後排抓抓 西加貴後排抓抓 有欸你看一下爆一隻 喔果然這才是最完美的蛇瓶隊伍陣型嗎 加油啊草莓可麗餅 我們只能幫餅乾加油了 我覺得考的草莓可麗餅蠻厲害的喔 嗯 蠻強的 他只要能夠 他只要能夠補回來長起來 就ok了 然後交給西加貴 慢慢後排一隻一隻收 一隻一隻慢慢收 欸 然後藥草補血 哇可是現在慢慢的有 有點比較痛了喔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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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掉 先把那隻抓掉 可以可以可以 拉回來拉回來 拉回來拉回來 加油加油 哇又是擊退的 欸不要那麼 不要那麼急 欸他們是 瘋狂擊退欸 他擊退幾點的啊 後面也提得那麼 那麼機車是不是 有沒有那種就是可以一直 一直減CD的然後 的東西啊 我覺得能夠讓那個西加貴 一直減CD一直去抓後排的話 應該蠻準的 加油啊 有欸我覺得這次真的是比較穩定的 而且真的是幫那個西捷鬼爭取空間 好不好因為 我們整隻帳號最強的就是西加貴了 好不好 交給西加貴打起來 可以可以可以 欸太好了太好了 枉費好不好 不枉費我當初抽了一大堆草莓可麗餅 太爽鳥喔 可愛可愛可愛 可愛可愛然後我們那個西加貴抓後排 喔你看抓得很痛欸 抓得蠻痛的 加油加油加油 OK欸我覺得我現在這個隊伍 一直補然後一直爭議效果角色 然後加西加貴直接把後排抓掉 哈 我以為 我以為我贏定了 結果我魚死 靠 哇尷尬了 好沒關係我們試一下再繼續培養齁 其實我覺得這遊戲真的還算是蠻好玩的啦 所以哲平都有一直在養各種餅乾齁 那如果一些比較推薦的隊伍或是怎樣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跟哲平分享一下齁 其實原本是想要再繼續升我的餅乾等級 就發現原來我的餅乾等級是要 依照著我自己的王國等級 不是我自己的帳號等級的啦 結果不是不關王國的事好不好 但王國這邊是可以讓你提升更多建築物 然後讓你的家就是變得更豐富一點點好不好 所以其實也算是不錯啦 哈哈哈哈 好啦我們繼續玩到這邊 大家有沒有一些比較推薦的東西 或是一些比較推薦的玩法的話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跟這邊一起討論一起分享一下 好不好 那我是選擇劍肉 大家掰掰